拉面剂对人有害吗? 拉面是一种大家经常吃的食物 可是许多商家为了使拉面更有弹性都使用了拉面剂 那么,拉面剂对人体有害吗? 传统的拉面通过利用天然蓬灰改善面团组织结构 提高面团的筋道和弹性,从而增加面的口感 但由于天然蓬灰难以进行标准化操作 所以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 市面上主要使用的是速溶捧灰或称拉面剂 它是根据天然捧灰成分利用食用级绿化钠、碳酸钠、碳酸钾、碳酸盐复配的产品 属于复配添加剂 并不是国家禁止范围 拉面剂是可以使用的添加剂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拉面剂的相应国家标准 因此市面上可能存在一些非法拉面剂有潜在的健康风险 感谢观看